今天这个第一个阶段 我们邀请到的是 军情与航空网站的主编 是校伟 校伟哥 前主播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请校伟哥今天来跟我们一起分析一下 最近的国际局势 正当全球政府都在忙着防疫的这个时候 中美两大军事强权 却都在台海以及南海 不断的有军事的较劲的动作 形成了我们所说的中美新对峙的局面 先是13号大陆的航空母舰战斗群 辽宁号通过了巴士海峡 并且穿越了第一岛链 今天上午据说 美国的电子侦察机 也通过了我们台海附近 对 其实这一段时间 我们看到台湾岛周边非常忙碌 忙碌的主要我们国军来讲 首途有着 我们就在我们的责任区内进行 但是你会发现周边不只是美军 或是解放军 动态可以说非常的频繁 你大概从2月 2月中的时候其实解放军 当时中国大陆的疫情非常严重 但是解放军他就已经派出了战机 做绕岛巡航的任务 然后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罗斯福号 他还没有染病 然后罗斯福号在台湾的东部的 菲律宾海跟最新来的 美利坚号两栖战斗群 进行一个联合操演 因为美利坚号其实是等于 美国在整个 他海军里面一个全新的一个概念 他这个船 他可以完全不带任何的 就是登陆用的飞机 当然他也可以登陆 登陆的那个渔音机 或直升机也可以带 但是他也可以完全 那些登陆用的飞机不带 只带F-35B 他这一艘船就可以带到 16到20架F-35B战机 他的能力 其实等于已经超过 这个区域之中其他国家 所有国家的传统航空母舰 所以美军等于说 利用这样一个方式 演练一个准双航空母舰 战斗群的这样一个操演 其实那次解放军 他就有做一个绕岛巡航 然后后面又随着他 161训练支队到中太平洋去 161支队到了中太平洋 其实你也可以看到解放军 他现在要把脚伸进 蓝水的这个企图 跟他的这个作为 都非常的明显 那当然后面你可以看到 3月13号 14号 15号 那时候也非常热闹 少伟哥我们先看一下 美国的军机 据说在一个月之内 就是距离我们现在 一个月之内来的11趟 这个是根据Aircraftspot 这一个网站 他好像都在侦测 各国军机的动态 所以他看到从3月25号开始 是不是就在台湾的天空 就很忙碌了 对 你看 其实而且这中的 特别有7次左右 你看是电子证查机 像EP3 然后来这个RCE135 然后还有这个RCE35U 然后RCE35W 然后RCE35W 今天又有RCE35U 跟RCE35W来 这些飞机 其实以美军动用到 RCE35跟EP3 都代表就是说 这个区域之中 他要进行预防性的一个侦查 为什么 因为这种飞机 它主要是干嘛 它是作为电子侦查 什么是电子侦查 电子侦查就是说 今天那个解放军之间 所有的无线电通讯 或者是包括像地对空的 这个雷达 搜索雷达等等 这些的电子坡 等于说它这个侦查机 可以去抓所有大气中 所有平补的电子坡 加以分析 另外它其实还有很强的 这个监听能力 像RCE35U跟EP3 它上面都有带很多 叫Language Specialist 就是语言专家 这个语言专家 其实说真的也很厉害 不是说像今天台湾来讲 我们大家可能只听得懂 台语 对不对 国语 对 但其实对他们来讲 他们甚至于可能 还要去分辨解放军 因为解放军很大 所以他们的这些官兵 来自于各省 南枪北调的情况 非常对 所以他听得懂各地的 中国大陆的方言 方言能不能听得懂 我不确定 但至少就是说 因为方言而产生的 枪调不同 他可以分辨 对 这点来讲 他就很厉害 因为他在第一时间 在这个空中 不断去听 因为他的这个任务就是说 我今天飞过来 以解放军来讲 他一定要针对这架 飞过来的这架电子侦察机 有一系列的应对作为 对于上面的监听人员来讲 他就听得很开心 原来他们今天我们来到哪里 他们做什么事情 都可以做这样的进入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以美军来讲 他们派了多次 像这样的电子侦察机来 其实主要就是要知道 目前整个大陆东南野海 所有的军事部署 跟调动状况 这个对他们来讲就很重要 因为他们要用这个去判断 解放军有没有可能 在这个时候台湾的520之前 去有一些比较大的动作 因为在这个时候 其实又比较 跟往常比较不一样是 大陆的疫情结束了 但是美国的疫情很严重 你看罗斯福号现在还 在关岛 想问一下小伟哥 像这样子台湾天空这么忙碌 有这么多的美国的军机 或是轰炸机 经过台湾海峡或是附近 这是正常的吗 还是只有在这个时间点 特别特别的多 最近特别多 真的最近特别多 我想主要原因也还是来自于 现在4月 紧接着是5月 而且其实为什么会有比较多的 这样一个应对作为 我个人觉得就是 其实以美国来讲 美国现在受到疫情影响 比较严重 对不对 那我们不是有一句俗话说 趁你病要你命吗 2月的时候是解放军 就是大陆那边病得很厉害 然后那时候 解放军的这个作为 其实就是 它借由这样一个动作 表示说 我现在能力还很强 你们不要以为我怎么样了 就是别人不要趁我病 要我命 但是现在解放军 以大陆来说 他的疫情获得控制 然后他的情况好了 他就多出来走动走动 然后美国人就会很担心 你会不会趁这个时候 要做些什么事情 对 所以有人就说 现在中国大陆 中共是不是要 以疫谋霸雷霸权的霸 所以美中队势 现在是升温了 包括在南海 包括在我们亚太地区 看起来好像有这么一回事 这是辽宁舰的舰队 对吧 这是大陆上一次进行 就是他们叫做海上阅兵 就是他在去年 2018去年的时候 进行一个 就是解放军海军建军 70周年的时候 那个海上教育的一个预演 对 我们可以看到才2月9号 其实疫情都还没有 完完全全平缓 中国大陆甚至也 在头在烧的时候 包括歼11战斗机 轰炸机 空警500预警机 都已经绕过我们的巴士海峡 以及西太平洋 以及公国海峡 这看起来那个时候 我记得 我们的国军也有试警 我们国军也有升空 那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那时候美军两个航空 一个航空舰 加一个两栖攻击舰的打击群 在我们的西 在我们的东边 菲律宾海进行演习的时候 是 那到了2月28号 中共的轰6轰炸机演训 一度进入我国 西南海域的防空识别区 我记得那个时候 新闻也蛮大的 对 比较大其实是后面这个 就是说3月16号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是怎么一回事 那天晚上是一个夜间演训 就是很少见的 解放军半夜 那时候突然有大批飞机出来 但那个时候后来我们依照 美军后来公布的资料来推断 3月16号美军他们的飞机 我刚刚讲到 前述有两个打击群 干嘛 他们跑到黄岩岛附近演习 在黄岩岛附近演习 因为对解放军来讲 解放军今天要演练的 就是反制止跟反介入 既然我要能够反制止你的航空舰 跟两栖攻击舰 未来因为如果两岸之中 如果假如发生了军事冲突 美国要来进行制止跟介入的话 他所部署军力的位置 一定是在台湾的东部海面 解放军要如何制止他们来 现在等于说你航空 已经送到我家门口来了 我干嘛不跟你隔空练一练 因为以解放军来讲 他的这些轰溜轰炸机等等 都是发射射程上千公里的 反舰巡舰飞弹 我也根本不用跑到 比如说离你一两百公里地方演 我离你五六百六七百公里地方 我就可以演训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天飞机在台湾滩附近集结 因为台湾滩大概就在台湾的西南边 算很边边角角的地方 就是黄烟道 而且距离大概就七八百公里 那很近 对 也就是他们集结完之后 就往南边做稍微逼近一点 逼近了两三百公里之后 然后做完他的战术动作之后 他演习就可以算是 完成他们的训练目的了 再来就是4月10号 非常接近现在这个时间点 也就是中国大陆的疫情 慢慢和缓的 这个时候4月10号 中共的歼11等战机 包括辽宁号航母等六舰 从台湾南北的巴士海峡 和宫谷海峡穿出第一岛链 接下来4月13号 前天也发生了一次 对 没错 这个时间就是你就看到 大陆的航空母舰战斗群 其实他已经 就是说由于他也 在这一次美国整个太平洋地区 没有航空母舰活动的时候 他也藉由这样一个方式 来把他的演训来常态化 什么叫常态化 因为过去中国大陆的空军 是属于一个本土防空的空军 他的海军 基本上是属于 我们称为叫绿水海军 就是近岸海军 但是随着这几年 他就整个国力的大幅提升 然后把钱 花了很多钱在这个建军备战上面 所以我们看到 他从过去的本土防卫 已经变化到一个什么状况 叫做攻守兼备 也就是我能攻我也能守 既然要攻守兼备的话 第一岛链就不会再成为 他自己所设定的这样一个界线 他就要跨越第一岛链到第二岛链 甚至像我们刚刚你前面讲到 2月9号那个时候 他搭配他的161训练支队的时候 他的那个161支队 他就跑到哪里去你知道吗 跑到中太平洋去进行火炮演训 中太平洋已经是过了第二岛链 就是等于已经开到夏威夷家门口 然后去进行火炮演电 其实这个情况就是 以解放军 就是以北京的角度来讲 今天因为美国常常就说 今天这个中国大陆 这个军舰出海干嘛 战机出海等等 这是破坏区域 那个稳定破坏区域平衡 然后这个要中国大陆截止 但是今天海是公海 对不对 那个公海上是那个 大家都可以走 大家都可以走 从解放军的角度来讲 我为什么这么 你为什么凭什么 你美国人来就是维持区域很低 我出来就是要破坏区域 那个稳定安全 其实OK 我们跳脱对立的角度来看 其实他的想法也没有错 所以而且他未来 如果要在我们的东部 进行反制止跟反介入作战的话 他一定要进行 我们叫做战场经营 什么叫战场经营 就三不五十来走一走 随时了解不同月份 他在这个菲律宾海各种的 包括天后 水文状况 因为打仗很看天气 所以他对这个地方的区域 有一个一定非常清楚的了解 从头到尾 每一年大概什么时候 会面临到什么状况 他要非常清楚以后 所以这个时候 他在做他的叫战场经营 是 不过也有人说 在这个时间点 中国的这个武力展示 这么频繁 一直在秀肌肉 是为了什么 有可能是因为疫情紧张 美国疫情现在正当口 所以他有11艘的海军航空母舰 大家知道有四艘 四艘都染疫了 包括最严重的是罗斯福号 还有包括雷根号 卡尔文森号 和尼米兹号四艘 都是在印太地区 本来就是布置在印太地区的 可是现在通通染疫了 所以是不是 暂停军事移动 中国大陆是想要测试 美国的军事移动的能力如何 其实当然 以军事移动来讲 当然现在因为美国海军 大陆谎叫爬窝 现在全部都待在家里了 但是空军也在这个时候 适时出来 填补了美国海军 现在没有办法行动的 这样一个空缺 当然你这次来讲 其实以整个 你看美国的观察 美国国力来说的话 你这次会发现 美国的国力其实还在下降 还在下降 还在下降 对 他其实从2001年开始 打反恐战争之后 之后 他到大概2006 07年之后 整个国力一直在往下走 其实到现在 显现的状况还蛮明显的 为什么 因为以美国过去来说 他有12艘航空母舰 现在已经砍了一艘 其实砍了一艘 你还不能这么看 现在11艘里面 有一艘刚换完核燃料 一艘要进去换核燃料 等于他其实只有9艘 可能可以作战 又扣掉一艘 还没形成初始战力 他其实真的能打仗 只有8艘 太平洋地区有了5艘 现在太平洋地区 这5艘全部都不能动 雷根号跟罗斯福号 OK 有新冠病毒的案例 卡文森号 刚完成修船 他干嘛 因为他是海军岛 第一个要换F-35C打击战机 另外跟CMV-22鱼鹰机 作为舰上运输机的 所以他刚做完翻修 出来之后 结果船上也有人中 然后尼米兹号 是本来你看 我们刚刚讲到 除了这几艘之外 另外他其实还有叫林肯号 但林肯号今年年初 才跑完一个295天的海外任务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大西洋舰队 有航空母舰出装 所以他去逮捕 所以现在另外美国 有一个航空母舰 一块到家门口了 到了诺福克了 不能回去说你要在海上 等到罗斯 那个林肯号可以出航之后 你才能够回来 那是另外他的全球兵力部署 但是我刚讲 就是以这个情况来说 你看到美国现在太平洋舰队 武昌航空舰都不能动 其实是整体来讲 是他整个国力 一直还在 甚至于你说还在望下 在找找寻这个低点的 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迹象 美国海军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则报道 同一时间美军大肌肉 也在海上遭受病毒攻击 驻守亚洲海域的两艘 米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 雷根号与罗斯福号 三月底陆续发现船上官兵染疫 罗斯福号航母 2020年2月才再度移防 来镇守美军印度太平洋战线 三月中才在南海海域演训 是美军协防台湾的重要力量 关岛医疗设施有限 美军正协调当地旅馆当隔离处所 并向民众保证绝不让隔离中官兵到处乱跑 另一艘停在美军第七舰队总部 日本的航母雷根号 也证实两名水兵确诊 雷根号母港横须贺基地 紧急关闭两天 美军两艘航母都遭病毒击中 台海与亚太水域的军事平衡状态 会如何发展 引发担忧 代理海军部长 刚刚那个美国的代理海军部长 他有特别讲到一件事情 他说我们这个所谓的航空母舰 这些官兵的隔离 你不要把它想成是邮轮 那邮轮跟这个航空母舰怎么比 我们航空母舰上面 有很珍贵的这个战机 非常昂贵的战斗机 以及我们的这个核动力的 各种相关设施 你不要把我们这个邮轮 跟我们的航空母舰来相比 所以上头一定会留守一些官兵 而且我知道校伟哥也说过 在这个罗斯佛号上头 其实有一个移动的实验室 所以船上面的官兵 才很快就确诊了 因为其实美军的航空母舰 虽然说它是一个公式作为的武器 但其实我们12年去 尼尼斯号的时候 他特别带我们去看船上的医务室 他医务室有四个手术台 可以做开刀 因为航空母舰当然很容易受外伤 另外一艘船出航 大概5500人 也有可能会有个什么病痛 什么的或牙痛什么的 所以他有牙科也有内科等等 但是当然应付这个传染病 说真的能力相对来说 就没有那么的精良 但是他这次就运了一个 用我们刚刚讲到的 舰上的C2运输机 运了一个移动的一个检测室 然后运到船上 然后那个也是个模组 然后他就把它移到医务室 因此他大概每天 可以检测200个官兵 所以也就是说一开始他船员 大概在2月3月20几号 有开始出现征照的时候 他就砍坏先用移动式的检测之后 发现已经有三个官兵中 其实代理部长 前代理部长 他已经被fire了 那就是说他讲的 其实也很有道理 为什么呢 因为航空母舰 他虽然说以大小来讲 螺丝符号其实比 钻石公主号还要大 或者说也许可能盾位差不多 但是就是说螺丝符号 它上面5000多个人 但是舰上的官兵的驻舱 跟游轮是完全没办法相比 游轮基本上就把它想像成 一个海上大饭店 海上大旅馆 海上大酒店 但是航空也不是 他飞机要在上面 要占掉很多空间 修飞机也要占掉很多空间 所以阿兵哥基本上来说 卫官大概是6个人一间 校官 少校 中校 大概是2到3个人一间 中校以上主官才有一个人的寝室 阿兵哥是驻那种 40 60 80的那种 不同的那种舱间 三层的 对 然后一个舱间 就一个驻舱大概有40人 60人 80人 甚至于百人的都有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你只要你看 然后餐厅 餐厅的话是四个人的桌子 然后一排排九张 然后排四排五排 你想想看在这边吃个饭 有个人咳个两下 我看周边全部种 所以他没有办法做 那个social distance的隔离 完全不可能